回到节目现场 当然大家很关注说 这个前桃汶市长郑文灿 现在是被裁定收押禁件 那当然郑文灿律师 又要去提抗告 只是说刚才宅狗我们聊到 确实会有很多人有一些疑问 因为这次呢 真的给他收押禁件理由 是觉得他有串政的疑虑 说他有去赖秘书等等的 那当然同样的标准 可能大家会去想说 那针对有关于新竹市长 高宏安的官司 过去也被爆料过很多的细节 甚至还跑到助理家串政等等的 那么今天呢 当然这个蛮尴尬 是高宏安又被媒体访问到 那他就是非常简短的 就是回应了 谢谢那点头就离开了 那只是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 说这同样可能涉嫌串政啦 或甚至有灭政 说是去这个什么 泼饮料还是泼水 把电脑主机毁坏等等的 那是高宏安从头到尾 完全都没有被羁押 对 孟琪这个 讲一个比较长的脉络 就是说台湾人为什么对司法 普遍怀疑 不相信的一个本质 就是因为危险时代 你们国民党控制司法机构 所以造成大家对司法也不信任 然后民党执政之后 国民党就套用这个逻辑 所以他说半然不半律 好 那就好咯 那正文参照的案子就显示了 对 因为问题是刚刚那个孟琪 所说的高宏安也好 林芝庙也好 还有盐宽也好 怎么压律不压然呢 就只有压律的 然后不压然呢 确实这两天大家有很多的讨论 这刚好证明 那幻影不是民政党开的嘛 不然怎么会去办正文参 孟琪讲得很好 所以我们第一个先退回来 我们先做一个最好的假设 就是说 现在没有办然不办律的问题 也没有压律不压然的问题 我们一切就是罪行法定原则 就是他因为正文参还没有判刑 傅昆琪判刑 为什么不去批判傅昆琪 还可以当总召 还可以舔共 还可以乱台湾 为什么不批判 对 然后那个徐晓鑫的这样的行为 这个请他的同事做劳犯 吃劳犯没有做劳犯 对不对 这种行为都不行 我们退回来 一样 国民党民众党 他们不讲法律 不懂宪法 然后侵害人权 最行法定原则 就是他没有判刑之前 我们都要推定他为无罪 我们要尊重人权 所以行政机关 不敢你们大家有我相信 真的还没有判出来 就是应该推定无罪 我们在讨论高峰安 事情也是用这种的标志 我们同样有下标 没错 没错 那个我们都写得很清楚 然后问题是这样啊 现在你干立法委员的 还有那个卖报纸的 像联合报 中国时报 全部都推定他有罪 然后说这个民进党 清廉破产 清廉破产 像这个的不足为 不足为凯帅 所以我们先这一点 我们要很清楚的 这个界定好 郑文燦现在只是因为 检察官办案的方便 所以不管他用什么样的理由 因为这个我们都没有看到 我们都尊重司法单位 他们自己的判断 因为有经过法院的裁定 所以收押 但是郑文燦现在还没有罪 就像我们也 现在网络都在怀疑啊 这个承办检察官陈嘉宜 是徐晓星的好朋友啊 好到什么程度 我们哪知道 我们也不能推测啊 他也没有把这些案件 透露给徐晓星啊 我们也不知道啊 我们也不能推测啊 徐晓星有说啊 很久没人漏啊 那是大学习的 如果我们讲的话我们能相信吗 我们不能相信徐晓星讲的话 所以徐晓星的朋友 我们都要不相信吗 同样是同样的道理嘛 我可以指引 陈嘉宜 你也没有把整个过程 透露给徐晓星 你的内部的饥饥之路 有没有去考虑这一点 有没有 同样的嘛 我没有说有哦 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因为说 政治上立场不一样 你就说假设说 这个民进党青年破产 我跟你讲比较起来 民进党的标准很高啦 马上连政委员会就按照 也不是针对郑文燦而来 速度很快 也不是针对郑文燦 那是本来就有了一个 一个的法规 就是你只要羈押了 就停权三年 但是如果一审判决无罪的时候 就马上把那个就取消掉了 就取消掉了 那一审无罪要赶快还清吧 没错 没错 那只是就是说 我们在民进党在黄币 在整个青年拉到一个最高的 你国民党有没有办法 你民政党有没有办法 比如说 柯文哲的精华案 明明就是从360送到800次 那为什么呢 所以我呼吁 不是只有陶检 这个陈嘉一这么勇猛 我们全国各县市 包括花莲县的 包括台北市的 所有的检察官都这么勇猛 你管他是染色率 有问题 你就把他收押起来 你就把他收押起来 这样大家没话讲 这样子我们好不容易上了一堂宪法课 现在又上了一堂 这个刑事诉讼法的法律课的人权课 我们慢慢的大家 透过这些事件 把我们台湾的司法 司法的信任度 把它慢慢的提高 所以不要用政治对抗 来看个别的司法案件 我刚才说到这个乔星所谓的一些黑色幽默 他自以为幽默 可是看在别人眼中非常的讽刺 那说真的 乔星现在有没有在关心所有在这个地方行程 其实刚才议员刚才有所谓讲到 因为前两天真的台北市这个下的雨 真的是又急又猛 乔星有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快跑去关心呢 对我想在说明这个之前 我刚刚先补充一下宅哥这样讲的内容 其实这个事件 包括郑文燦先知到侦办内容 黄国昌要呼吁 法务部赶快去策查到底谁泄密 连黄国昌又跳进来 又开始演了 功斗剧以外 现在又开始演说这个泄密案 那我要请一下黄国昌 黄国昌你自己要不要看一下 来这个 这个徐晓芯怎么会预知检调的一举一动 来我举几个例 之前在去年的七月二十六号 去年的八月十五号 那时候媒体就报道说 高宏安可能要被起诉了 媒体才报道 高宏安被起诉了 结果徐晓芯就发文说 我早在七月二十六号就知道 要起诉高宏安了 好 那我们再看今天这个郑文燦的事件 郑文燦事件在七月六号 他当天生日的时候 结果他就发文给 他就发个发个文或对外讲 就是说他早就知道那个 他凌晨的时候就接获消息说 检调在征讯 征讯郑文燦 请问他为什么什么都知道 但还有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 我在跟他选立委的时候 当时很多的那个里长被约谈 那里长刚开始才收到约谈而已 都还没有开始办 只是约谈里长而已 他马上就知道 马上就下午就开记者会 指控说是我去检举他 然后他又来去检举我 他的消息非常迅速 那请问一下他为什么预知检调的一举一动 那我请问黄国昌 要不要查一下徐晓星啊 他有没有泄密啊 他为什么怎么信都知道 那为什么不来查呢 所以这个才是很奇怪的嘛 你一天到晚只会说 法务部你要不要查一下民进党 有没有泄密 请问一下黄国昌 你要不要查一下这个徐晓星 有没有泄密啊 那我再来讲了 其实这几天我们信 信义区真的很苦啦 吵不到市长 市长还去帮那个谢国梁 还是帮谢国梁加油欸 对然后呢 我们台北市哦 你知道吗 我们台北市忽然间 才下一小时的豪雨哦 马上整个我信义区跟 就是类似像土石流的状况 有泥土啊 夹在一些热射啊 开始全部冲进去民宅里面 然后民宅里面 现在包括还有 还好有一个民众 他当时不在家 他整个冲刷进去的时候 他差点哦 他的那个家具 全部都被那个雨水冲刷出来的 我刚才看那个画面 那都是落花木的 都夹带一些图屑 然后还好他没有住在 他那天下午不在 如果他在的话 幸好 我觉得他一定会伤命 可能会有受伤 会伤命 因为那个家具都动了 那表示那个水冲击力很大 那如果一冲的话 到时候他真的会生命 会有一些安全的问题 然后那天我们就是在 在我那时候 刚好中常会开完以后 我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就赶快赶去现场 因为我觉得那个水 淹得太夸张了 已经到小腿了 那甚至有的到腰了 那我就赶快赶去现场 现场的时候 我到的时候 因为雨室最强的是 两点到三点的时候 那我赶到那边的时候 是两点四十分的时候 雨稍微退了一点 但是地上 地上全部都是阿密头 那我那时候冲进去看 然后看到那个老伯伯 他其实他其实是算半中风 躺在那边 那水就在旁边 他说谁可以帮我把水弄走啦 他很怕被淹死你知道吗 后来我赶快去找了一些 因为找了一些志工来帮忙 把水往外泼以外 我觉得还不够 因为旁边真的整个所有 包括垃圾全部冲到 你看这个 这个还是瓦斯桶 我那时候还通知 赶快把瓦斯桶先拿走 不然的话 我跟你讲到时候 还有可能失火的状况 所以呢那时候 我们就联络的环保局公所 然后联络的大地工程处来 看一下这个状况 然后环保局的清洁人员 我真的蛮感谢他们 他们马上来做清淤 那清淤完了以后 这个后来那个副秘书长 才来到现场 因为他知道新闻一报 哇真的太严重 他们刚才跑来现场 可是谢国良呢 都没看到人 好那这算了 结果呢 谢国良就是家人啦 想外来的部分 那时候他是发文 他在家里发文 说我们开二级警協 然后就没事 你说早安 对他只有发文 他在家里发文 然后结果呢 到了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以后 许晓星跑到现场 我想说奇怪了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新医区的选民 真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这个时间点居然看到了 看到了问题 他们看到怎么会 他自己发了一个文 然后说他去勘灾 结果你看地上 全部干干净净的 表示那时候黄了泥土 全部被冲刷干净的 然后你看里长 里长是脚上是穿的是雨鞋 所以他本来一个 第一个时间他就到了 等到他来的时候已经没有 他居然接媒体问他 他还说有啊 我不是水退的时候才去 我本来我早就去了 请问一下 这个不是水退的时候 这是什么时候吗 而且你到的时间是下午 班午的 班晚的时候 五点的时候左右 你才到 你并不是在最严重的时候 两点半到三点半 那个时间到 那个时候我们都在看 五点的时候 我已经回到研究室 在处理协调会的事情 我才知道他也去现场了 那时候我助理跟他讲说 他有去现场 我说好啊 有去就好 就没想到是发文摆拍 然后呢 还是讲说 我当时第一个时间 我就找了蒋万安的办公室主任 跟我去现场 请问一下 蒋万安办公室主任 跟你去现场 结果呢 居然处理什么 他说明年的报税 可以抵税 这个还需要你处理吗 明年报税可以抵税 只要是灾情的部分 任何的受灾户 只要拿到了赔偿损失的话 你的明年的税就可以抵税 这个不用你处理啊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立法委员怎么当 民意怎么 民意代表怎么当 请你好好的来地方 好好的关心地方 不是拿着黑糖的面包 然后去发给大家 揶揄人家 我觉得真的让人家 觉得很痛心 然后呢 这一个后来 很多的这个民众在催 或者是在联署上 就发这篇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说 原来民众有看到 这样的情况 那我还是要讲 像今天早上 我们又去现场了 现在把整个 昨天呢 我还是要反驳一下 这个蒋湾市长 你说呢 你总共花了 今年编了七十 大概几十亿的预算 做防洪治水 不好意思 我把那几十亿的预算 总共七十四亿 然后里面有中央补助款 但是呢 项目里面并没有新医区 对新医区是没有的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找了相关的官员 我也谢谢李世川 我也有打电话给他 他又请了一个参议过来说 只要是要做防洪治水的 现在没有预算的话 我们还是会动用 摘准金的部分 赶快把这个 所谓的三坡地的 这个水土保持做好 然后咱们赶快处理好 我觉得这个才是做事的人 所以我这边还是要反驳一下 蒋湾安市长 蒋湾安这个处理态度 难怪议员会酸他 是发文市长 像中央台北市民需要的时候 蒋湾安人 真的是跑去挺这个谢国梁 希望他是可以度过罢免的难关 不过讲到谢国梁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人家谢国梁 他们要吃饭 听说找了很多 来你的名带 来你的名嘴 今天晚上在大饭店吃饭 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